好,所以接下來呢,我們要來介紹的是水溶液的濃度 我們剛剛有說過嘛,你泡了一口茶,你把它再水乾進去 雖然外表看不出來還是一整杯,可是問題是顏色會變怎樣? 比較淡,對不對? 或是你跟店員說,我要全糖的紅茶 可是你喝一杯那家水之後,全糖就會變成半糖 就變半糖了,因為糖分減少,對不對? 所以喝起來又不一樣,看起來也不一樣,對不對? 所以呢,這些都叫做濃度,都跟濃度有關係 所以我們接下來介紹濃度的概念 好,那濃度有濃度的定義喔 濃度的定義跟密度有點像,也是一個比子 我們來看一下,所以它的意義就是 我們先記一下它的 我們要介紹的一個最常用的濃度叫做 重量百分濃度 就是用重量去看,去測量 稱為重量百分濃度 那它有沒有符號呢? 密度有符號叫做低嘛 那這個有沒有符號? 這個沒有什麼符號 這就是一個叫做 percentage 這個符號 來分比 來分比 這是所謂的pr值 pr有多少 就是percentage的意思 好,那這個重量百分濃度的定義是什麼呢? 請你記下來 就是 鎂,也是一樣 我們剛剛 我們說過的密度有密度的公式 那質量都是什麼呢? 那個 濃度的公式是每 好,它的定義就是這樣 每一百克 每一百克 每一百克的什麼呢? 溶液 一百克溶液中 以一百克為單位 一百克的溶液中 所含的誰的量? 糖水裡面的主角是誰? 糖嗎? 有半糖或全糖 所以我在想說半糖或全糖 則是糖的量對不對? 所以一百克中 所含的是什麼? 溶值的克數 溶值的克數 好,單位是用克數 就是克數 再說一次 定義就是 每一百克溶液中所含的溶值克數 一百克裡面含幾克? 這叫做 重量版本 濃度 那因為 一百克裡面還有多少克 那克跟克就會怎麼樣? 消掉對不對? 所以也可以這樣說啦 就是說 溶值跟溶液的什麼? 比值對不對? 我們說 密度是 質量跟體積的比值 所以它這個就是 溶值跟 溶液的比值 重量的比值 好 所以這就是 重量百分重度 好 那它的單位呢 就是百分比的意思 就百分比 沒有單位就笑掉了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公式 所以公式 它的公式應該怎麼寫? 濃度會等什麼? 重量百分 濃度會等什麼? 你要怎麼表示它? 好 你們會怎麼寫它的公式 等於 等於 等於什麼? 上面要寫什麼? 分子 要寫溶值 對不對? 溶值 好 單位是用什麼呢? 克嘛 對不對? 多少克 因為這是重量百分之 對不對? 好 那底下用什麼? 溶值 融值 融值加溶劑 稱為什麼? 溶液 所以我直接寫溶液 可以嗎? 所以分母就是放溶液 也是克 你會發現克跟克會被怎麼樣? 小掉 所以這個單位就不見 但是因為它是百分重度 所以要再乘以多少? 100% 對不對? 像你給母的話就是百分之五十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就是重量百分之濃度的公式 跟密度有點像 對不對? 也是筆子的概念 好 那一樣的道理 我們可以把它移向 移向之後變什麼? 融值會變成什麼? 移向之後 好 你可以得到一個現象 來看一下 融值的克數會等於什麼? 融值的克數要怎麼表示? 融值的克數要怎麼表示? 把它乘過去對不對? 所以會變成濃度乘以什麼? 等於融度乘以 乘以溶液重 對不對? 乘以溶液 把它乘過去嘛 融值等於融液乘以濃度 對不對? 所以融值等於濃度乘以溶液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就是重要百分濃度的意義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題 例題說 加5克的糖 融餘75克的水中 其中糖水佔總共多少克? 重量百分濃度有多少? 那如果取20克 其中20克的糖水出來呢? 糖水濃度多少? 還有多少克的糖? 多少克的水? 好 那我先來看一下第一小題 糖水 這是糖加水對不對? 糖是什麼東西呢? 融汁 融汁對不對? 它是融汁 那水是什麼呢? 融劑 那糖水就是什麼? 融液對不對? 好 所以第一小題 糖水就是 糖跟水混在一起嘛 所以是5加75 可以多少呢? 80克 好 所以糖水就是大10克 好 第二題 所以重量百分濃度怎麼算呢? 我們要把 融液重跟融脂重做比子對不對 所以 好 所以融度會等於什麼呢? 融度等於 融脂的特數 跟 融液的 特數 好 所以我先把數字帶進去 融脂有幾克? 5克 5克對不對? 融液呢 有80 5克 百分之百 好 很快 我們把它算出來等於多少呢? 如果約分一下 會等於 16分之1對不對? 16分之1是多少? 0. 0. 0.06 看一下 我把它直接算算 0.0625 再乘以百分之百 所以等於多少? 6.25 好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就直接算了 6.25 好 所以這就是 6.25 好 那你取20克的糖水出來的 濃度會不會改變? 不會啦 所以這還多少? 6.25 對不對? 可以嗎? 6.25 好 第三題 我們直接算融池 融池的濃度 融池的特殊等於 融池等於 融度乘以什麼? 融度乘以 融液 對不對? 好 現在融度是多少呢? 0.0625 對不對? 0.0625 我們又把它畫成小數點,反正6.25 容量現在多少?20克,對不對? 所以乘以20 所以容子的克數是多少呢? 我們把它直接算出來寫1.25克 那既然1.25克是糖,那請問水有多少克? 用20去減就好,對不對? 水的話就是水等於20,減掉1.25,等於多少? 18.75克的水 因為糖加水有這個關係嘛,所以這個是糖的話是1.25,水的話是18.75 OK,好,所以這就是濃度的計算 公式告訴我們,農、物等於什麼? 上面是放榮、紙,對不對? 下面是榮、液 下面是榮、液 液、液、液 好,這樣可以嗎? 這個公式可以嗎? 可以 那其實喔,你可以把它當成像密度一樣的公式 我們可以把它移像一下,你會等到榮、池就等什麼? 榮、池等於濃度,那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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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你兩個公式都可以用,你知道嗎? 好,那我先問你 食鹽、水這邊這些角色你要弄清楚 水一定是當作榮、濃度,對不對? 對 啊,鹽是什麼? 榮、池 榮、池,對不對? 那它現在用你有幾克的鹽,對不對? 你會不會算? 不會 我們用這個公式可以嗎? 可以 榮、池,好,那現在榮、池就是鹽嘛,對不對? 食鹽等於多少? 十五 濃度多少? 百分之 十五 所以就寫一百分之十五 好,榮、池有多重? 一公升 一公升,對不對? 對 欸,這邊講的是體積 其他一個問題就是它沒有告訴你密度 因為你要算的是克數 不過因為水,你可以把它當成是 密度是一樣 大約是一樣 這邊有個限制,沒關係 你先把它當成是體積跟中央是一樣的 嗯,就是反正就是 對,反正就是一公斤嘛 一公升就是一公斤重,對不對? 好,所以這一千 這樣可以嗎? 一公升等於幾克? 一公升等於幾毫升? 一千毫升啊 對啊 一公升不是一千毫升嗎? 一公升不是一千毫升嗎? 因為一公升等於一千毫升 不可能要好升 你剛才會才一個生物 對 一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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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呢 這樣,這邊有一些跳舞地方 就是一公升等於一千毫升,對不對? 知道嗎? 但因為一毫升的水等於幾克重? 等於一克重,可以嗎? 哦 因為水的力度是一,對不對? 所以一CC就等於一公克 水的力度不是一嗎? 水是1G嘛 CN3C嘛 對不對 一毫升等於一公克 對 所以我們這邊就把它換成一千克 可以嗎? 好,了解是嗎? 好,所以呢,食鹽的話有多少克呢? 這可以用一個馬等於一百五十克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只是把帶進去公式而已 算出來就是,食鹽很重要 所以是多少克? 一百五十克 好,那水有多重呢? 水就是把,用一千去減掉什麼? 水就等於一千克減掉一百五十克 等於就少八百五十克 這邊有個問題喔 它那個,它那個有個條件沒有補上去 就是說,這個呢,大約的異度是 因為 所以 應該是食鹽水 食鹽是底肌 可是我們要算重量 你這邊先把它當成一千克 好不好 因為水的話一千克就是一公升 好 所以水是八百五十 那你要把食鹽水稀釋為五趴 那要怎麼稀釋? 好,我們就 我們就加水嘛 一定要加水對不對 好 那我來列一下算式 這邊可以擦掉嗎? 可以 好,這很簡單就擦掉了 好 所以你要怎麼做呢 本來是幾趴? 本來是十五趴對不對 變成是百分之五對不對 好 所以,只是加水而已嘛對不對 好,就這樣子 我們先來列一下齁 所以呢 現在的溶子有幾克? 一百五十嗎? 原本的溶子一百五十對不對 那你用黏大有沒有變多變少? 沒有 所以,我們溶子還是放上面齁 來,用這個公式 就是 第二有這個公式 濃度等於 溶子 除以 溶液 好,我們現在目標是要把它變幾? 五 五趴對不對? 五趴就是直接接一百分之五 可以嗎? 可以 好,所以最後濃度把它變成一百分之五 對不對? 那就是要加水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溶子的質量多少? 一百五十對不對 好 那溶液呢 本來是多少? 一千 本來是一千沒錯齁 因為是一公升的水溶液對不對齁 一千 但是要加多少水? 加水嘛對不對 這水我們假設是X可以嗎? 我用X來代表 所以我再整理一下 應該就是 一百五十分之一千 加X X代表水溶液對不對 水 好,那你可不可以解這個X呢? 可以 我們先把它約分一下好了 我們來簡單簡化一下 這個約分之後給多少? 二十分之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它做交叉相乘對不對? 可以嗎? 這裡叫做交叉相乘 會不會交叉相乘? 我寫在 我寫在 哪邊 好,我把它 我把它擦掉一下 因為我沒有空間寫 好 寫個幣 好,寫個幣 好,寫個幣 那個 幫我 停一下 好,我把它寫在這邊齁 所以我剛剛約分完是 二十分之一等於 一百 加X分之 一百五十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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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們用一個數學的方式 叫做等量 乘法 就是 我這邊 乘以二十 這邊也乘以什麼? 二十 那這邊乘二十 是不是可以拿消掉? 二十跟二十是變成一嘛 對不對? 我左邊乘二十 右邊也怎麼樣? 乘二十 這樣很公平對不對? 好 因為我想要拿約分 其實就是交叉相乘 但是 對 你再聽不懂交叉相乘 我就會最簡單放 就是兩邊都乘以二十 那就是那種交叉相乘 真的嗎? 好 好 那就交叉相乘 交叉相乘 就是 這邊跟這邊 對角線相乘 你知道嗎? 所以一乘以一千 就等於 一千 加X 等於這二十乘多少 一百五 等於多少 三千 三千 對 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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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乘以一百五 三千 兩千 對算很快 X等於多少 兩千 兩千 好 所以兩千毫升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加多少克的水 只有兩千克 因為一毫升就是一克 所以兩千克的水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只要把公式列出來就可以了 好 再看一次 百分之五 我目標是百分之五對不對? 是不是? 對 百分之五等於 溶液再加一點水 對不對? 好 那你剛剛猜看 如果要濃縮要怎麼辦? 加水 就把水怎樣? 減掉 對不對 所以本來用加加 現在感覺用減 減 就可以算出濃縮的能力 可以嗎? 好 你們也可以練習看看 要去掉多少水才會濃縮 這邊可以嗎? 不行 看得懂嗎? 可以 可以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三角圖 等一下 不要這樣 剛剛這邊有拍到嗎? 好 那這邊先切掉吧 一切 減Y 我現在改用Y 那這邊還是多少 150 好 你回去解這個Y好不好 是250嗎? 解這個Y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我們去發出答案 我們去發出答案 可以 可以 中文字幕——YK